蒙古族是马上民族 他们在马上降生 在马上成长 甚至在马上死亡 成吉思汗是个马上皇帝 他跨马挥刀统一了蒙古草原 攻下了金朝的中都 除了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以外 还仰仗着他训练出来的 好像屁股长在马背上的一支军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安 你说的郭宝玉是什么人 汉人 在什么地方 分阳 干什么的 分阳郡公兼蒙安 你困了是怎么的 说详细点好不好 您怎么这么兴急 这个郭宝玉是唐朝名将郭子怡的后人 文韬武略无所不惊 虽然在金国为官 却一直盼望着能有这么一天改朝换代 那个耶律 耶律储才是不是 对 耶律储才是契丹贵族的后裔 大辽国东丹王八世玄孙 其父官至金昌宗尚书左成 花家之年老来得子就是这个耶律储才 他父亲用了个汉学典故 储随有才 尽时用之 取名储才 自尽清 暗示日后必为他国所用 此人自幼博览群书 由同经史 唐集天文 地理 历法 算学 佛学 老庄学 医学 还有战马 成存我存 成王我王 宁肯战死 绝不后退 成存我存 成王我王 宁肯战死 绝不后退 走 就说中都吧 常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中都乘高持身 本来难以攻破且困兽犹斗 目前攻打中都还不是时机 我也只是为了让者别试探一下中都的虚实 顺便敲山震虎 吓唬吓唬那位傲慢的君主 你说的是当今的皇上 你看我能打败他吗 当然 不仅因为大汗善于用兵 将士勇猛 万众一心所向无敌 而且因为金国自西宗之后 军庸陈昏 正出无状 官吏凶残贪婪 横征暴敛 致使中原汉人 契丹人 甚至女真人民怨沸腾 期盼改朝换代 施民心者施天下 此定输耳 那么我能一统华夏吗 只要举措得的 什么意思 一收拾民心 得民心即等于得天下 二 先取西南再连宋灭金 先取西南再连宋灭金 不错 中原势大 不容忽视 西南驻藩主永汉可用 大汗应先取西南再连宋灭金 中原唾手可得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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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好 辽东乃屡真龙兴之地 一旦在大汗攻打中都之时 辽东举兵撤肘 大汗就要父辈受敌 大汗可先派人取之 你的提醒很重要 武汉黎 你立即发兵拿下辽东 是 明安先生 你说的对 读书人是比工匠更有大用 大汗 大汗 完颜钢小条蛮牛死战不退 为什么不给我增援 你撤下来了吗 撤了 完颜钢像风里一样 坐下 坐下 听听郭先生的高论 各位爱卿 完颜钢将军赶走了达的人 保卫了中都 自开战以来 他是第一个打败铁木针的女真英雄 朕为他庆功 大家满饮此杯 我会去看看 嗯 看你 你怎么不喝酒 王国无日了 他倒有心思歌舞升平 皇上 退下 皇上总失手了 丞相 快 快派人夺回辽东 快 快派人同铁木真降河 走 京国使臣都元帅见屏障正事完颜成灰觐见蒙古国成姬思汗 元帅请起 我知道你 你和狐沙虎诸虎高齐之流不同 是京国里为数不多的可敬重的敌人之一 请起坐到上面来 谢大汗 请起坐 请 为了议和我三次派人去了中都 今天完颜都元帅亲临我的营地一定是有好消息告诉我了 我朝百官共义圣上定夺 与大蒙古国缔结合约 永世蒙好 哈哈哈哈 你们总算是有了答复 你们女真人在中原轿子坐久了 办起事来就赶不上我们骑马的痛快 哈哈哈哈 事关大金江山设计 自然要反复斟酌的 哈哈哈哈 我清楚 你们一定试想 三年前你们兵马强壮 我拒绝一合 三年后你们国力虚弱 我的兵马由十万增加到数十万 反而主动一合 其中必有奸诈 嗯哈 众说纷纭情有可原 告诉你个秘密 我累了 哈哈哈哈 女真人入主中原 灭辽国打宋国 我们蒙古人在草原上放牧 没有妨碍过你们 你们的西宗皇帝 独故杀死了我们的先祖 逼迫我们臣服不算 还每三年到草原上捡钉一次 屠杀我蒙古百姓 那个魏王永济 生年要趁我送碎壁的时候 把我钉在墓驴上 真是欺人太甚 所以我才兴兵复仇 现在他愿意议和很好 谈谈条件吧 圣上下旨 蒋齐国公主陷于成吉思汗为妃 效法汉昭军出赛之先例 一节亲近之好 哦 永济的女儿 这可真是长生天的安排 那么对于我的这些 苦诈了三年的将领们 贵国想怎么样安慰他们的愤怒 抚慰他们的劳苦呢 我已带来了五百同男 五百同女 侍奉将士们起居撒扫 令战马三千匹 以补偿贵军军马之缺损 金箔十五一百车 一共贵军回国路上不失之需 公事就算办妥了 咱们谈点别的吧 你看看我的将士们怎么样 还算小勇强悍 不过 不过什么 听说他们中有些人 誓杀成性会以杀人为乐 我不要这样的屠夫 武力可以杀人 不能服人 我身边站的是耶律阿海 耶律布花 还有明安 他们都是金国的官员 仰慕我的威德 往风而归的 你笑什么 我庆幸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女真人 汉人弃丹人 不忘灭族之仇 亡国之恨 这正是贵国的心腹之患 但愿大汉不要重蹈覆辙 好胆量好口才 我此次进军中原 这些人只是为了报仇学耻 伸张正义 并未打算灭人亡国 故此才主动提出与贵国议和 大汉什么时候退兵 我还没见到齐国公主 在下立即回中都 送齐国公主来北口 与大汉完婚 之后亲自送大汉等出居拥官 怎么敢劳动都元帅远道相送呢 不 完颜成辉受皇上重托 定要护送大汉早日出关 你是怕我不履行合约吧 那里大汉一言九鼎 完颜成辉是带皇上尽地主之仪而已 好吧 我倒是愿意把话说在明处 贵国假如反复无常 有意践踏合约 我能容忍 我的马刀不能容忍 公元一二一四年春 成吉思汗审时度势 主动议和 带着齐国公主和福货的人才物 退回大草原 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而本来可以得到喘息之机 重新振作的筋骨 却在接连不断的发生内讧 胡杀胡 胡将军 朕待你不保 我屡次立派众议没有杀你 你不可恩将仇报 胡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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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放了吧 我把江山封给你一半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你的那一半大金江山已经丢给蒙古人了 没你的份了 像你这样无德无能之辈再不让位 大金臣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你要是个明媚人自己去死吧 那样 你还算是一个阿古达的子孙 胡杀胡 你这个乱臣贼子 我回不听屠杀意的金玉两年 真是养活一患了 可是你胡杀胡 也不得好死 不得好 魏王永继无道 大金将亡 我胡杀胡 万狂澜于祭祷 只得鼻戚退位 但天下不可一日无主 我自愿受命于危难之中 暂任监国都元帅 纵览一切军国大事 你给我站起来 大金将亡 只因将帅非人 你胡杀胡屡战屡败 其罪不在魏王之下 魏王退位 你有何德何能 又有何脸面敢自认监国 天字不明 将帅有志难伸 有才难斩 损兵折将 全是魏王一人之国 一派胡言 你身为西京留守却不战而退 也是魏王之国 再守居庸关 又让蒙古人破关而入直到中东 也是魏王之国 老匹夫 自古道小过不掩大德 胡杀胡监国废除昏君 攻盖天下将流芳千古 士君谋竄 乱臣贼子 你胡杀胡只会一臭万言 你胡吞 你胡吞 他 你胡吞 我 你胡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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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为魏王永济明元教区 反对我坚果 这就是下掌 将到头出五门 报时三日 成敌子凡 郭宝玉的话有道理 连宋灭金 你们这次去宋朝的目的 就是要让宋朝在南边牵制金国 这样我们打起金国来 可就容易得多了 是 如果说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失败和灭亡 是由于敌手的强有力和举措正确 然而一定还有它自身的原因 常言说自作孽不可活 成吉思汗正谋划连宋灭金的时候 新国中都刚刚继位的新皇帝已经在歌舞升庭了 万言兄 丞相 三年多了 总算过上了太平日子 咱们干一杯 在我做丞相的时候 送走了齐国公主和一千童男童女 大批金银玉钵 和刻意共蒙古人在打回来时骑成的战马 换来了玉花炎的歌舞升平 我真是功德无量 丞相 您何苦自责 和亲之举自古有之 并非我朝独创 只要是立国立民 这也算不上什么耻辱 即便如此 也应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安抚黎民 富国强兵一倍不测 而不是苟且透暗 涂善易丞相又在发表什么议论 你们在议论什么 涂善易丞相的意思是 我国正可利用议和时机做中兴之长远打算 涂善丞相想得很对 朕已从胡沙湖左副元帅 降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其宿派宣服时宣服各路安稽黎民 令有司据报阵亡者子孙已被录用 同时大赦天下 以收民心 皇上圣名 各位举杯 其二 趁蒙古人退兵之际 放弃中都 迁都汴京 依靠黄河天剑 与蒙古人对敌 为皇上的圣名干杯 皇上 万万不可遣度啊 皇上万万不可遣度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土必施 宗庙设计 世将沦丧 我等臣民不忍国土丧失 且望陛下收回臣命 固守中都 国家信甚 万民信甚 好 赵方 来 大家签明报 丞相 请多珍重啊 老臣一年迈古稀 死不足惜 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由天险可为平长 被欲一面再作厚土 此乃中策 贵都千都开封 虽有黄河滔滔 但南有宋国 西有西下 北有蒙古 三面受敌 故此失彼 乃下策 万望皇上不可处此下策 丞相 我们会尽力的 把我的骨质送回上京毁宁府 交给我的家人 别难过 我比你幸运 我看不见大晶国灭亡 那景象一定很残 丞相 我看不见了 文章写得不错 赵方年兄才学大有长进 谁让你来评判文章了 是让你打名字千才第一个 同我等一起向皇上上书 不 我已经皈依佛门 受教于万宋老人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悟行之中了 出财兄 我是湛然居士 法号丛元 你 国难当头你不闻不问 却蹲在这里吃瞻饮惊 夕天如来和观世音 能保证铁木针不再杀来吗 我佛慈悲 夜里出财 你是个怕死鬼 皇上预览了诸位的奏章 对尔等忧国忧民之心十分赞赏 那么国都不在南迁了吗 皇上南巡 太子和我等留守 并不是要放弃中都吗 既然中都不想放弃 皇上还有什么必要南迁 大胆 奉劝你们让老百姓都退回去 否则我的士兵打不过蒙古人 还打不过你们吗 你好威风 默念尽忠大人 我们既然敢上书皇上 就不会怕死 诸位冷静 大家都是为国为民 何必剑拔弩杖 召访 此事大局已定 难于更改了 诸位 就尊重圣意吧 事关国家存亡 也能听之任之 君等大义凛然 乘回十分敬重 在下遵旨留守中都 尚需诸位定力相助 若惹怒龙岩 义其至罪 岂不 您不畏死 乃何以死拒之 我等生死 何足挂齿 社稷存亡 却事关万民安危 屠山盟 屠山益成相 因反对迁都 以忧愤而死 我等再无畏牺牲 谁来守卫中都啊 我完原成灰 所以隐忍不言 不畏苟言残喘 苍天明鉴 为中都百万黎民儿 走吧 小宝贝儿叫阿爸 叫啊 胡兰 你是一只纯净河水中的棒 给我生了个珍珠一样的宝贝儿子 大汗 也许他是个女儿更好一些 如果是个女儿长大了可以嫁给部落的首领或者哪位爱将 让他们对大汗永远忠心 是儿子又怎么了 我看见插鹤台和朱翅 他们俩像公羊一样顶撞 我真不知道这孩子长大以后 在他的四个功勋卓著 而又强悍有力的哥哥眼里 是什么样的地位 什么地位 你的儿子将和博尔贴的四个儿子享有一只羊羔也不差的同时 我只能能确立 那对他一定是福吗 只要我活着 我的儿子都是尊贵的 大汗 那鸭说有军情禀报 何大安 好好照顾忽兰和这个孩子 好的 大汗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库列坚吧 大汗 我们派往宋朝的和亲使节被金国扣留了 哦 金国皇帝的胆子大起来了吗 金国的新皇都迁到南京了 有这两条就够了 我要用马刀教训教训那个金国皇帝 和我成吉思汗不讲信义 是要流血的 公元一二一四年六月 蒙古军第二次讨伐金国 由北口进攻景州 军州 纪州 善州 顺州等地 七月 金太子完颜首中逃出中东 十月 慕华黎离进攻辽东 公元一二一五年正月 蒙古军破通州 逼进中东 三月 金首将完颜成规 送写书至开封 请求增援 新皇帝派文职官御史中成李英 增兵运粮支援中都 四月 增援部队被蒙古军消灭于霸州 中都良尽圆绝 危在旦夕 快点 快走 快走 听说蜿蜒丞相记忆守成大事 我让人杀了一匹战马 来吧 死了也别当饿死鬼 吃 把战马都杀着吃了 还怎么出城退敌呢 什么 还出城退敌 如果说南京在此增援之前 能不让蒙古人打进城里来 那就是你我的藏货了 皇上 还能再派援兵吗 如果不派援兵 不用蒙古人进城 不出半个月 我们都得饿死 好 自圣上和太子南迁 我就准备以死报国了 现在 就让我们死出个样子吧 你们 你们真的要以死报国吗 我明末念尽忠 看来真的要为皇上尽忠了吧 如果皇上是个民主倒也值得 那你是说突围逃走 那你是说突围逃走 只要能突围出去 自有尽忠的机会 强似在这里坐以待毙 你 丞相 蜿蜒事故说得对 逃吧 好吧 人各有志 不能强求 你们走吧 来啊 来啊 丞相 让士兵们打开四门 天目真是不杀不抵抗的军民的 丞相 这 你也去逃命吧 那您呢 我嘛 失军之路 众军之势嘛 好 皇帝陛下 臣不辞危难受命留守中渡 其料臣无旷世之才 难当千军之刃 中渡胆息不保 与其低手就擒 莫如以死报国 望陛下多多保重啊 醉臣完颜成灰 气血顿首败 朕有三年 五月二日 他喝了真酒 太可惜了 他是个英雄 就按女真人的礼节 厚厚安葬吧 好新鲜 这金国的皇帝倒是很会享受啊 你说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可惜啊 可惜啊 这金鸾殿若是也像咱们的大帐 用牛能拉走就好了 就是 你的头里面装的是牛脑子吗 宫殿拉不走 宫殿里面的好东西还拉不走吗 我早就想好了 好东西一样也剩不下 全拉回草原去 好 把紫禁城里的好东西都给我运走 大汗 中都的府库都已派人看守好了 所有财务正在装车 马上运走 那个耶律储财找到了没有 我派人去他府上 府上人说他不知去向 你带五百人把他的府地保护好 不许任何人骚扰 是 这个耶律储财好大的架子 他又不会打仗 要他有什么用 有用没用 见着面才知道吗 对 没用再杀他也不晚 不 他不肯为我所用再杀了他 好 大汗 中都府库和金城的东西 我全都拉出来了 好 办得不错 大雅 在 传我的命令 将士们辛苦了 让他们进中都里强掠三天 是 个人 处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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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凤兄 你何必自寻短见 天哪 你不是要跳出三井外 你不是不在悟性中 我就要上到佛堂里来了 赵凤雍 赵凤兄 赵凤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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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军府所成吉思汗 他的军队应该是仁义之事 想不到 你竟帮他把军队训练成了盗匪和杀人犯 楚才兄 小心祸从口出 他不是要见我吗 带我去见成吉思汗 楚才兄 如果您是这种剑法 那还是不见得好 你怕他杀了我 我已经入了空门 自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走吧 带我去见成吉思汗 王国之草兵一律楚才 这像有理了 跪下 你们看 大汉说你的胡子很长很好看 在下我会说汉语齐丹语女真语 也懂得蒙古语 大汉且不必先谈论在下的胡子 我想请教大汉 您的军队现在在城里做什么呢 给中原汉人蒙古人报仇 也是替你报仇吗 替我报仇 不错 你是契丹人 对不对 不错 你们的辽国和金国是弑仇 我打败了金国 当然是为你们契丹人报了仇吗 错了 什么 在下 一家已有三代是金国的臣子 一律楚才怎敢朝市君妇呢 楚才兄 请 亚迫蒙古 残害蒙古者 金国的皇帝与官吏儿 与中都百姓有何干 大汉纵兵掠夺中都百姓 我请问这是报仇还是劫仇 答案 我想让你在我的左右随时解答我的疑问和提醒我的遗漏 你 看吗 提醒你的什么遗漏 如果说提醒你还遗漏了什么地方 什么东西没有被抢掠的话 蔡下 不会 不能 不敢 也不信 也吵死 听不着 你打算让我怎么死 你真的不想为我所用 良亲择目而期 良臣择主而逝 您是不是个明君我不敢妄论 但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倒像是个暴君 我为什么要选择你 杀了他 来人 在 大大安心动 快马进城 命令所有蒙古军队立即撤出中都城 是 长胡子 你是一个既成事无期又忠于所事的人 我敬佩你的胆识和人品 你肯辅佐我吗 能为一代雄主略尽棉薄 一律处才 三胜有限 先生 请起 请 大喊请 成吉思汗 这个世界征服者 一生中有两次看来是极不和谐 然而又是非同寻常的邂逅 一个是日本学者所说的 给西政送来了一阵清风的道教真人 丘楚姬 而另一个就是这位不仅对成吉思汗 更对他的子孙有重大影响的 崇佛宗儒的耶律处才